我今天嘴巴上的顏色是用Maybelline的State Map 然後顏色是80 我記得在台灣好像叫君王 哈囉大家好我是Mag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7月的愛用品 然後每一次就是 還是不免俗來緬懷一下 為什麼時間究竟過得那麼快 7月咧 言下之意就是2018已經過超過一半 超可怕 然後過三個月就要生日 我有時候還記不清楚我到底22歲還是23歲 然後我就要24歲了 老闆給我一隻眼 發生什麼事 好吧廢話真的是太多了 那我們就趕快進入這次的正題 首先第一愛用品是我之前直播有分享過的 沒錯 你有沒有發現我有開直播 在我的Instagram雖然是有點不定期的 但是我覺得最近的那個頻率已經很高 就是想要給自己一個好保保障 我之前的直播頻率大概是為期半年 最近呢我這個月好像就開了兩三次 所以如果你不想要錯過直播 想要看到更及時的我 跟沒有剪接過的我的話可以追蹤我的Instagram 回到正題 第一樣愛用品是 肌炎的暖肌溫和去角質化妝水 肌炎的化妝水我不知道你們熟不熟悉 可是我自己從高中的時候就很愛用 我記得他好像第一年在台灣有的時候 我已經就有買他家的那個激潤 然後我用了五六罐了吧到現在 非常非常喜歡用 那這一次我是嘗試另外一個 我是暖肌溫和去角質化妝水 我聽到去角質化妝水 我會有一點點擔心 因為我知道就是皮膚不能每天的去角質 可是後來我看到很多PTT的網友說 他用了這個化妝水之後皮膚變得柔嫩跟穩定 我想說好那就試試看 果然真的是太厲害了 我先講就是他的這個化妝水 他裡面不是有顆粒的那一種 因為很多追求去角質化妝水 他裡面就是會有一顆一顆的 這個不會 他就是跟一般的化妝水質地是一模一樣的 不用擔心 然後我自己用了之後 我是真的覺得效果很顯著 明顯的變穩定很多 像我那一陣子 大概前一陣子吧 我去美國前 在美國跟剛回來台灣的時候 那個膚況超級陰晴不定 我覺得最近算是我這三個月以來 皮膚最穩定的一段時期 我覺得有很大就是歸功於他 那我早晚使用他的方式不太一樣 我早上的話 我會用那個化妝棉 因為說我早晚都會用化妝棉 我的化妝棉是用絲花的這一個 然後因為皮膚像是海綿一樣 我建議大家在用化妝水的時候 是用按壓的方式 不要用就是過度的輕拍 或者是用力的擦 像媽媽在刷那個鍋子一樣 這樣硬擦 千萬不要 我就是用按壓的方式 我覺得他那樣子的吸收效果又更提升 按壓完之後啊 我晚上的話 我會整臉輕輕的擦拭 然後我會在就是角質 或者是粉刺比較多的地方 可能是鼻翼 然後下巴 每個人都不一樣 就是看自己哪邊的粉刺狀況比較多 我就會 在更加強那邊 我會多擦拭幾次 可是記得都要輕輕的擦拭 所以如果你哪邊毛孔有粗大 或者是粉刺比較多 你就那個部位啊 輕輕的擦拭比較多次 我覺得就OK 他用完的時候 會有一種 涼涼的感覺 不是那種吃Aerwaves 那種大開的薄荷涼 而就是淡淡的 然後不會特別清爽 或者是黏膩 他真的用起來就很溫和 像是你本來臉的那個肌膚的感受 那我目前用到現在我是覺得肌膚真的變得健康亮亮的 不是變白喔 是真的水透亮 而且很明顯就是我之前兩家的時候 就是肌膚狀況不好的時候 是會有一點點小小的顆粒的 現在也就是減少非常多 所以肌膚這款化妝水很推薦給大家 因為就連我阿嬤膚況是非常敏感 他超級容易就是三不五時 沒來有的就泛紅 可是他也是就是長期都是用肌膚的化妝水 所以如果你的肌膚比較敏感 想要找溫和化妝水 很推薦他們家的 第二樣愛用品啊 我要跟大家分享雪芙蘭的面膜 我看雅雲之前也有介紹 雪芙蘭的面膜它有很多的系列 我有次這個是保濕大補貼 可是呢 最最最推薦 我自己用的很有感的啦 是毛孔太招搖 我不是前一陣子皮膚不好嗎 可是在更早以前 大概五月的時候 我那時候的毛孔 尤其是兩頰 越來越明顯 我以前是很多朋友都會說 哇 你幾乎沒有什麼毛孔 可是那個時候五月開始變熱的時候 我就發現 為什麼我可以看到我的毛孔 我那時候真的是覺得很擔心 然後我跟Jessica見面 就是因為活動碰到面的時候 我還問他一些這相關的事情 他就說如果你覺得你自己毛孔太大 想要有馬上改善的話 他很多生面的朋友 那時候他還沒有去皮苗雷社 他說身邊的朋友有去 他覺得很有用 我那時候還是想說 我真的要去雷社嗎 還是我就先靠保養救一下 所以那個時候 我就看到這一系列面膜 其中這個命名 毛孔太招搖 我覺得根本就是我當時的寫照 那時候我剛開始用的時候 並沒有覺得毛孔有太多什麼改善 或是明顯的效果 可是我就覺得它是一個還不錯的面膜 它以開架來講 其實那個材質已經算薄透了 雖然沒有到很薄 可是我覺得這個價格 反正就是整體的CP值 我覺得是很OK的 敷起來的保濕度對我這種中性偏乾的人 夏天來講也是OK的 它的那個成分當中 每一個系列裡面 就它有 我這兩個碼 它上面都是寫說濃密保濕玻尿酸 然後我用了好一陣子之後 直到有一天我朋友來我家 他說 你毛孔變小了 我就覺得 天啊 毛孔太招了這個面膜 奏效了 我自己每天看沒有感覺 可是我那朋友一個多月沒有看到我 快兩個月吧 他一看他就說 你毛孔真的變小 我就覺得 真的是 來賓掌聲鼓勵 那我自己因為用了很有感 我就覺得 一定要分享給大家 如果你有毛孔問題的話 可以去試試看它 但是呢 我覺得這種東西真的是見仁見之 不一定每個人都有效果 我自己是很有感啦 所以跟大家推薦一下 而且 因為它是開架的面膜 所以如果你很常敷啊 也不會覺得太心疼 再來呢 我想分享兩個菸英筆 那我先分享Bobbi Brown的這一個 這個啊 最近的心頭好 其實我原本一直用它的時候 我也沒有覺得說 喔我好喜歡它 直到因為我有一次要去台中 然後我在打包行李的時候 我就找不到它 我心開始慌耶 那個時候我才開始正視到說 原來我這麼愛它 你知道就是那種 手邊有東西的時候 你完全就不把它放在眼裡 可是一沒有的時候 你真的會焦慮 它就是 那時候我才開始正視發現到 我真的很愛它 這款超有趣的 它用起來會有冰涼感 然後它的那個閃度啊 我跟你講 爆閃 像鑽石一樣 我剛剛手上塗這一塊啊 現在目前就是冰冰涼涼的 你看這個閃度 鑽石鑽石 亮晶晶 這個閃度很難得 它是可以維持一整天的 要不然像一般的眼妝的那個亮片的眼影啊 我手頭上的其實有一些真的也還不錯 但是 我發現它可能到八個小時的那個妝效啊 就不會像一開始那樣那麼閃 可是沒有 這一整天就會讓你的眼睛像鑽石一樣 超閃很持久 最棒的地方就是它不會飛粉 我很忌諱跟很害怕那種閃亮的眼影啊 到了持妝久一點之後 它會在眼睛各處你知道嗎 這個不會 它就是 就在那邊 第二個我想要提及的眼影筆啊 是這個 巴黎萊雅的 我之前在 開架新品的那個影片當中 我有分享過 然後是因為最近我比較頻繁使用它 我才發現它真的很不錯 可是它真的好蠻開的 你看像Bobby Round這個 一下就開了 這個巴黎萊雅這個我開的時候我都要很小心 因為我很害怕它的那個眼影的筆頭會 會 鍍到蓋子 會變糟 好 就有一點點 像有一點點爛爛的 可是還是很好用 它的那個滑順度 非常好 而且 輕輕這樣滑 哇 很滑順 非常creamy 我非常喜歡用這個 它的延展度也很好 巴黎萊雅它這個後面是有這個刷子 但我覺得那個刷子的暈的那個效果 沒有很好 就勉強啦 但是我還是會覺得用手會比較好 對啊 我覺得暈的還好 我覺得這一款用起來很像Laura Mercier的眼影筆 只是閃度的話 還是Laura Mercier的更勝一籌 那我就拉近給大家看實際上妝的樣子 跟我平常會畫的 只是可能會畫的沒那麼漂亮 那我現在有睫毛膏 會擋住一點點 好所以目前這樣之後啊 我就會用手 勻勻勻 真的超方便的 旅行必備 我用的這個顏色是102 我很喜歡102這個顏色 然後眼尾加強 然後再用手指頭往上 往上戴 Bobbi Brown這支我喜歡用金色的 我會再靠近 這邊 塗一點點就好 然後再把它暈開 都是用手指就可以的 所以眼妝大概是這樣子 就非常輕易就可以完成 這邊啊超閃的有沒有 這邊是Bobbi Brown的 如果是短期的那種出差 或者是小旅行的話 我就帶這樣子 這兩支 我剛剛就是因為塗好幾次 我想說很醜 想要擦掉 擦不掉 超持久 好我們就頂著這個 這個是那個巴黎萊雅的 我就頂著它 進行下一樣愛用品 我要跟大家分享 睡衣 如果有看那個蘭嶙的Vlog的話 我之前 就是我還沒有在換我正式外出的衣服 之前我就是穿睡衣 這個睡衣 很多人問 還有很多男生思緒問我說 是哪一家的 因為他想要買給女朋友 我想說 OK 沒問題 這個是Forever21的 不知道還買不買得到 因為你知道最近都是各個品牌的打折技 所以或許它是出新的 或許你還可能買得到 我不知道 但如果你很想要去看看的話 你可以去Forever21挑 他的這個睡衣 我覺得是難得他家 材質很舒服的 因為他大部分很多可愛的睡衣 但是 就是那個材質我覺得怪怪的 穿起來沒有那麼的輕浮 但這一款很輕浮 只是唯一的缺點 對我來講的缺點就是 他可能領口真的有點太低 如果你要低下來拿東西 你可能胸口那邊要稍微注意一下 可是咧 排除這個 我覺得這個真的超推的 我真的想要每天穿他 上街也穿他 因為很可愛 你看條紋 還有綠色的恐龍 然後他的那個顏色 很可愛 褲子也很可愛 超舒服 這款我就是推薦 我不想要再多講 因為真的好可愛 好那最後一樣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 我這個月喜歡看的電影 我看了好幾部 不知道你們這個月喜歡的是什麼 我要來推薦我的囉 準備好了嗎 接招吧 《蟻人2》 我覺得《蟻人2》真的很好看 《蟻人1》我也喜歡 《蟻人2》我也喜歡 我自己看電影很少會看英雄電影 但是這一部我真的覺得 超愛 那我不看英雄電影的原因 我先跟大家簡單講一下 就是很多劇情都很扯 那《蟻人》當然也扯 可是我覺得扯的還算合理內 因為就是 我不知道 應該說這一部有真的說服到我 而且有戳到我的笑點 他很多就是很有創意 很有巧思 會運用很多不一樣的道具啊 或者是場景設定 或是角色設定 來玩一些花樣 跟變出很多的幽默 我覺得最有創意的就是 其中一個配角 我覺得他是 設定好像是墨西哥人 然後他就是很喜歡講故事 就是講的漏漏人都不講重點 他就會扯很遠 然後他講話又很快 而且他就會 拍攝到 之前的那個畫面 可是配上他嘴巴講的音 可是那個本來回顧畫面的演員的嘴巴 又會對上這個墨西哥人的配音 反正我覺得很有趣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理解我在講什麼 可是如果你有看過《蟻人》的話 你應該知道我在講什麼 或者是如果你還沒看過我真的超級推薦 看得很輕鬆 而且很幽默很好笑 我跟阿伯都覺得他比《超人特攻隊2》好看 喜歡《超人特攻隊2》的人 你不要罵我們 可是 我自己啦 因為就是你把我版電影的東西就很主觀 對阿 如果你還沒看過的話 推薦《蟻人2》 或是還有什麼更好看好笑的電影 都可以在底下推薦給我 好的 那麼以上就是這次七月的愛用品 有什麼美妝好物是你最近用到你很喜歡的 也可以在留言下方跟我講 因為我覺得我最近很久沒有用到 哪一個化妝品 那我覺得 好驚艷喔 就除了剛剛那個眼影筆之外 好像近期就覺得 喔 普普通通 歡迎大家分享一些你私藏的好物 好 那如果還沒有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喜歡這支影片 不要忘記幫我按個喜歡 或者如果還沒有追蹤我的instagram的話 歡迎追蹤我 那麼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掰掰